你等我跟大宝成亲以后 我们也算是一家人了 所以你们是不是 有什么话想对我说啊 老孟 我们就直说了吧 师父 我问你一句 你真的是杨连杨大人的女儿 你们怎么知道的 准王妃 准王妃好 准王妃有没有睡好 准王妃有没有吃好 准王妃能伺候您是我的荣幸 您的银子我不敢收啊 师父怎么样 我并不爱她 我冒着危险私自跑到这里来 就是想找到属于我自己的爱情 若男 师父我就是为你这个勇气 对啊 你知道吗 朝廷下的蚊蝶已经到了各个地方 你可以天天躲起来 我们可不敢天天把你藏起来啊 要是被发现的话 皇上最多责备你几句 可是我们这些窝藏你的人 就是违抗圣旨 我们会 对不起 对不起啊 我真的不知道事情 会变成这个样子 事到如今 我也不想连累大家了 我告辞了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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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若男 我苦命的孩子 你知道 我们寻常百姓家 多么羡慕你们这些出身显贵的人 哪 哪知道你们也有这么多的苦衷 这 哎 若男 你不能走 爹 师父 若男曾经救过我的命 他有恩于我 我们可不能不讲义气啊 哎 可是 朝廷已经下了很多文碟 要动员全天下的衙门去找他 谁能对付得了啊 师父 爹 你们想想办法 去跟衙门的人周旋 这 若男 我已经把你的心理都打不好了 跟我走 啊 去哪儿啊 哎呀 你放心吧 大宝也知道那个地方在哪里的 走吧 谢谢你啊 走 这孩子 那我不知道在哪里啊 蛇 蛇 他有蛇 哎 哎 哎 好了好了 走了走了 听你叫这么大声 他早就吓跑了 小蝶 怎么了 哦 哦 没什么 这里很安全 少有人来 你在这里待几天 我们再想想别的办法 谢谢你 不用客气 歇会儿吧 我 我 我 你 你 你 我 你 还好 等大宝记忆恢复了 他告诉我们他是大官的儿子 那我更不知道 该如何办好 小弟 我知道你对大宝的心思 没有没有 我不会成为你们的障碍的 我没有你这么有勇气 其实喜欢一个人 是没错的 何况大宝那么优秀 你知道 我现在心很乱 就好像一个孩子在梦里 终于拿到了期盼已久的堂股 却被大人无情地叫醒 这种感觉 让我害怕 若南 我们是好姐妹 对吗 你放心 我一定会帮你的 小弟 你想什么呢 孟老爹和三娘他们 都奇奇怪怪地也不跟我说话 是不是发生什么事了 是若南的事 是若南的事 他出什么事了 瞧你担心的 你别担心了 我已经把他照顾好了 我 我没有紧张啊 我只是不希望他出事而已 你可以去找他 他就在城外的小木屋里 你 若南 你的事我都知道了 不管你是谁 我都不会赶紧走的 你还要走 天宝 你是舍不得我的 对吗 大家都舍不得你走啊 青春再大怎么样 皇上辞婚又怎么样 我的心根本就不在那儿 就不在那个人身上 我宁可放弃 辞婚的荣华 跟你一起过不易的日子 吃苦受累 哪怕搭上性命 我都心甘情愿 只要你陪在我身边 可是 可是 我还有这个机会 你告诉我 我还有这个机会 你的身体还很虚弱 先不要想那么多了 你交给我吧 我来想办法 天宝 明天我们就要成亲了 你和我一起逃吧 天涯海角 去哪儿都行 只要你能在我身边 我什么都不怕 我觉得我们最好 还是不要离开定州 我跟你说啊 上次我自己去京城 我 我差点饿死了 我不想离开小爹 对吗 若南 没事吧 我本来想 本来就算我们 在这个破屋子里面成亲 我也会很开心的 若南 我对你的承诺不会变 只要你愿意 明天我一样会娶你的 你走吧 我希望自己待会 若南 你以前真的认识我吗 你以前真的认识我吗 我不认识你 我只是在梦里 梦到过你 很多次 很多次 这样 我看着你们一个一个地离开 我心通啊 离开也是好事啊 至少命还在 汪文言一死 朝中的反对势力溃散 无奈我身系老语 无语问苍天哪 杨大人 您就别问苍天了 您还是问问您的女婿吧 朱天祥和魏妍过从密切 全宫里的人都知道啊 我们这些人被逼得退职返乡 全都是朱天祥所为呀 大宝 你在这儿啊 张万贤 你找我有事啊 我刚刚去了千金堂 把孟老哥和杜三娘骂了一顿 这两个糊涂虫啊 就不要啊耽误若南的大事嘛 怎么回事啊 若南的父亲 杨人 杨大人哪 就是因为若南抗旨逃婚 他的父亲被关机大牢 现在生死难测呀 不会吧 好 我现在就去告诉若南去 这是一盒千年的高丽神 他可以延年益寿 九千岁 好好好 这是我们高高丽 作为崇拜的神娘 三祖金娘 我们高丽王特命在下 将此锦旗献给你 一表敬意 这三只脚的乌鸦 有什么好啊 千岁 据山海经记载 这三族就是太阳神庙 帝君与西河之子 是最高权力的象征 故而高高丽人 甚至 好 来人哪 把这个给我挂起来 九千岁如今已是万人静 我听说 将您各地的百姓 对您甚是崇拜 家家建起祠堂 一日三餐之前 一心相服 为您祈福 愿上天保佑您 万寿如江 健康永存 竟有此事 千岁 确有此事 不信 您问王大人 九千岁 供奉祠堂是百姓子愿 可以推广全国 为九千岁您积累功德 好好好 就这么办吧 先生 一年一度的经查开始了 你有何打算 天祥啊 东陵党那些余孽 你就负责处置吧 是 你办事 我放心 岳父大人 莫要听信谣言 谣言 一两个人说 我可能不信 满朝的文武 无人不知 就只有我被你蒙骗了 你自己说 你是什么时候 跟魏忠贤勾结的 朝里面有多少 刚正不恶的大臣 让你给害了 岳父大人息怒 我是勾结魏燕 陷害了很多大臣 不过您想想看 如果不将其隔职查办 告老还乡 他们还有性命吗 他们迟早会和汪文言一样 我这是叙事待发 等待时机啊 此话怎讲 岳父大人 我买通了高高历使者 送了一面锦旗 那是三租屋 太阳了人鸟 正是 那是最高权力的象征 魏延已经得势在膨胀了 当他想造反的时候 第一个想杀魏延的人 就是当今的胜伤 这只是我的庙堂之计 我的技层还要在江湖之中 什么意思呢江湖之中 我劝说魏延 画重金 在全国建立资堂 令当地的百姓一日三三之前 必先相辅供奉 鼎礼无败 到时候必将怨声载道 这样自上而下 从下而上的公式 再加上我们的群起而公之 魏延一定会被我们铲住 真你想到我 你竟然可以享出 如此狠毒的奸机呀 真是苦了 朝中的大臣 民间的百姓吗 所有之革命 无有不牺牲之道理 你现在这么做 我不能确定对还是不对 我现在心里面是七上八下的 天宝 若南呢 他怎么样了 若南 你这是 师父 谢谢你救了我的命 还帮我出了很多的主意 若南不得不走 你要保重 金刚 照顾好大家 若南 我相信你 你将来一定会成为 真正的殷勤 范仙叔 如果没有你 我也不会那么快就找到天宝 我还是 非常感谢你 你 孟老爹 你 你 我不要这样子吗 谢谢你手里我这么多天 把我带来自己的女人 小蝶 小蝶 我知道 你对大宝很用心 所以我走了 就把大宝交给你了 我相信 你能给他幸福 大宝虽然不说 其实我知道 他对你也很用心 你也好啊 我 我祝你幸福 我会的 你别说 保重 平静 我 偷 나 我 不是 没有 她 这段时间 跟你们在一起 是我最快乐的日子 以后我们可能无法再见你 但是关于你的一边一边 我都会记得 你请你们不要忘了我 我都会记得 洛兰 你不必担心 你爹虽然被燕党灌在狱中 但是有皇上保证 他们不敢把杨大人怎么样 照顾他 叫 我都会记得 天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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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 何谣 若南 真的是你啊 让我看看 我没想到你回来了 怎么变得这么瘦啊 廷翔哥 我 我应该叫你王爷才对 怎么会如此见外啊 你变了 变得不一样了 有吗 哪儿不一样 威严 有王爷的威严 还有杀气 若兰 我在你面前还像原来一样 任你使唤 我爹怎么样了 你回来就好 你爹的事情我来想办法 九仙岁 什么事 说吧 在下有个不情之情 不情愿说就不说吧 虽然不情愿 但对九仙岁来说颇为有利 那就说来我听听 如今东霖党人和我们矛盾坚弱 东霖党人不断给皇上施加压力 正于对我们不利 杨莲的女儿正好回家了 不如做个顺水的人情 放了杨莲 也正好给皇上一个借口 放了杨莲 我有什么好处啊 你倒是两边讨好 还弄了一个如花似玉的老婆 我不干 请九仙岁成全 好吧 反正这个杨莲在牢里再不老实 再说 暂时也杀不了她 这个顺水人情啊 我做了 但是你得还我 九千岁发话 在下唯命失损 听说 吏部侍郎 郎中有个周顺昌 官不大 那嘴巴可真大 交给你去处理吧 遵命 爹 爹 爹 若南 若南 爹 真是老天爷有眼哪 我以为 以后都看不见你了 我看看 你瘦了 晒黑了 吃了不少苦是吧 爸 爹 女儿不好 女儿以后再也不让你受苦 没事 起来 起来 没事 起来啊 答应你 以后 别再离家出走了 女儿答应你 好 这样就好 这样就好 好 你也看看 快开门 雨冯 皇上已经下旨 将您释放 此处不是说话之错 我们回家吧 好 走 先回家 走吧 走吧 好 走吧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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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演语成外 谁等待谁离开 多少思念化作尘埃 岁月如昨人不在心又在 用一生感慨 回想当初你说过的对白 一字一句浮现脑海 冬吹春来等花开等你来 等你用一生去爱 转越千年的守候 只为与你的白头 爱固执心中 醉固执酒浓 誓愿今生在重逢 穿越千年的伤痛 几度轮回 一直失控 不怕想死痛 只怕能相逢 此生要你就做够 自我 至於 女子 你真好看 真好看 我要今天真不容易 我们能走到这一步 我付出太多 也失去太多 天相 你醉了 我没醉 我没醉 我怎么会醉呢 我不会醉的 我所有的愿望都实现了 我得到了王位也得到了你 皇上对我信任 东霖大人和魏党 都被我玩弄于鼓掌之处 你喝醉了 我给你倒杯茶 我没醉 来 喝点茶吧 若兰 我想问你一个问题 你离家出走之后 都干嘛了 没干嘛 就是游山满水 天相 虽然你将这房间重新布置了一下 但是我还记得 我们小时候在这玩捉迷藏 你就藏在这个柜子里 天宝 他爬到了 今天是我们俩成亲 不准提天宝 你真漂亮 天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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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嗯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天宝 我已经嫁给了天香 你也有了小弟 我祝福你们 而且从此之后 我会努力忘记你 忘记过去美好的一切 专心做一个好妻子 虽然我知道这很难 但是我会尽力的 再见 天宝 再见 我的爱 天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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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西窝醋玉放在这儿 荷叶已经摆在那儿 肘子放在这儿 桂花膏放这儿 好 王爷很快就回来了 这些都是他最爱吃的 他看见一定会很高兴吧 这些都是 怎么了 启禀王妃 这些都是天保小贡在吃的 王爷喜欢清淡的 怎么都别忘了 快撤下去吧 蔡翔了 我让他们重做 蔡翔了 多吃点米饭 快放下 我们下来 冬天 正 冬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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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你 天网一定很解释啊 天网一定很解释啊 天网 天网 对不起 我不知道你喜欢吃什么 没事 如果你把我当成天宝对待 你也许对我更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怎么来 能让天宝在你心里 彻底消失 大宝 别在这里发呆了 人家都已经是王妃了 你再想也没有用了 是啊 我就是觉得 我至今还没有想起自己的身世 有些失落 赵班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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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这么急上哪儿去啊 你呀 我什么 我还没说你 上次是不是你把通缉闻爹的图给改了 不是我 不是我 算了算了 反正杨大人的女儿也回京了 这事啊 我也帮你瞒过去了 多谢多谢多谢 那你这么着急上哪儿去啊 知府大人召集所有人开会 说是上面来人了 要颁布什么新法令 那你有什么小条消息吗 不知道啊 估计啊 要出大事了 走了 大宝 你在家里好好看家 我到衙门去看一下啊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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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梦 止步 我 我也不行啊 闲杂人等 禁止如内 闲杂 这 真是的 走吧 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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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千岁是不是先去啊 林伙父 这是九千岁的生死 嗯 生死 这是火队的成见面 用来贵婦朝拜的 嗯 你们怎么了 这是干什么呀 回去啊 快回去 赵板头怎么回事啊 赵板头怎么回事啊 赵板头好了 快回去 回去 刚刚开会颁布的法令 孟老哥 你带头排个队 给众人做个表率 一个人来 给九千岁焚香叩头 快去吧 快去 麻烦 去吧 去吧 每位叩拜者 到里面领取檀香三支 交银钱十分 怎么还交钱啊 这是什么法令啊 潮水的法令 谁敢不投 我好好说 好 好 我要动刀子 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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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里面给啊 所谓痛经呢 是指女子在经期前后 出现小腹或腰部的疼痛 虽然不是大病 但不易治疗 师父呢 今天教你的办法是针灸 我用针封住她的官员穴 此穴就在腹部 Fac小儿 我 我 services chwil 尔雅 小蝶 你记住我下针的手法 这可是我杜家 敏而不传的功夫 小蝶 你最近有没有注意到 金刚特别地关心你啊 他还要我把最拿手的本事 无味汤传给你 无味汤 就是无色无味 喝了之后 如同死去一般的那种汤啊 听起来好像有点意思 是吧 等你跟金刚成亲了 我就把全身的本领都传给你 你高兴吧 好吧 什么成亲啊 你怎么没精神啊 来 你试试我的针法 嗯